原來是自然神 護城河的河神 但是歷經演變 現在變人格神 換句話說 你知道嗎 有什麼人可以做城隍爺 我們在台北拜媽祖 台中拜媽祖 高雄拜媽祖 全部都是林某娘 但是台灣有一百家以城隍爺為主神的廟 每一家城隍爺是不一樣的 像我們這邊的城隍爺和那個峽海城隍廟的城隍爺一樣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生日不一樣 生日不一樣 請問會不會同一個人 什麼人可以做城隍爺 我跟大家報 至少有三種人 第一個 台北市長 政績很好 死掉可以做城隍爺 不是說一定 可以 第二個 很有協問 又很孝順的人 可以做城隍爺 很有協問 還要有孝順才可以 你知道嗎 因為城隍爺也是考試 有協問 要考試的 那考試 主考官是誰 官聖帝君和義皇大帝 主考官這整個都很高的 那第三個是 你我都可以做城隍爺 你們都看過這篇文章 尤其是我們的賴財女 一定看 他還在摸這些 來訪你的頭 去大樓 我要跟大家報告 你知道嗎 我們看過 有沒有看過水鬼變城隍這邊故事 水鬼變城隍 有嗎 我看 去大樓 我們看過水鬼變城隍